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是保罗 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呢 在我的心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样讲但是 故意讲太严重了 我今天会告诉你的是 为什么我觉得在七个方块里面 T方块是 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方块 那当然T方块的话 可以拿来做T转嘛 这大家都知道 还有就是 像是Tetris的第一个字母 它的字首就是T 等等 那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呢 是T方块的 Parity 方 好 那Parity Parity这个字呢 我也只有在想要怎么解释它 嗯 作为数学用语的话 它 它有这个 奇偶性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个数字它是奇数 还是偶数 它是不是偶的倍数 这样那这个东西叫做Parity 那作为一个英文单词的话 它有这个平衡平等 两个数字两个 两个 分量是不是相等 这样的意思 那 这个东西呢T方块的Parity呢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一个 日文网站看到的 然后后来我有一直去 就是想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之后我就写成了这一篇 这篇文章 我本来一直想要把它分成 写成中文可是 后来都一直没有动工 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 这一篇的话 你可以在MD论坛可以找到 它是这个 在BeginnerGuides下面 好所以 所以今天会讲的东西 主要就是理论 那 对实际玩 有多少帮助 我很难说啦 我觉得很难讲 不过如果 如果你对理论没有兴趣的话 好 那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你 所以我们先开始讲结论 结论呢就是 T方块有能转换 哎呀转换 锯齿状 齿我不会打 哦 锯齿 跟平坦 地形 这两种地形 锯齿 锯齿双地形 跟平坦地形 的特殊能力 在七个方块里面 就只有它有这个特别的能力 好所以这个是结论 那细节的话呢 就要听我等一下来解释 好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从这里开始呢 我看看 我看看 那 那我今天主要的 呃 两个名词 一个是 T的基有性 然后 第二个是我称为 基有平衡 恒怎么打 好 嗯 OK 所以 所以这个理论呢 跟什么东西是基数 什么东西是偶数的关系很大 可是在某一个阶段之后 就好像开始跟基数 偶数没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那时候 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 我用这个既有平衡这个词 是 还是 恰当的 好 那让我先喝口水 我们再继续好了 哈哈 欸我回来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正式解释 嗯 嗯 OK 所以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 如果我们有一堆方块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T方块的话 呃 能不能用那些方块来拼凑成一个十星的 呃 长方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呃 这应该算是一个证明啦 数学证明 好 我们首先第一件 第一件事呢 是把 呃 我们的场上 呃 黑白相间的 像西洋棋的格子 然后把它填满 一黑一白 一黑一白这样子 呃 我我负面没有白色 所以假装这个是白色啦 呃 呃 先黑还先白没有关系 好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呃 棋盘一样的场地的话 然后我们把一个方块放在上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好 我们放下一个I方块 会发生什么事 它会盖住什么东西 它会盖住两个黑跟两个白 或者是 两个白跟两个黑 反正就是一样啦 就是 会 会盖住两黑两白 那 L方块呢 两个黑 两个白 两个黑两个白 O方块 两黑两白 Z方块 两黑两白 Z方块 两黑两白 S方块 两黑两白 T方块 诶 嗯 这是怎么搞的 这是 一个白三个黑 或是 一个黑三个白 人家都是 二二二二 那你为什么是 一三 所以这个 这就是T方块 跟其他方块 都不一样的地方 它就是 它就是不合群嘛 它就是要不一样嘛 耍怪嘛 嗯 那至于 我们旋转一个T方块的时候 如果只要它的中心不动 它就会覆盖 如果它本来覆盖 比较多白色的话 你怎么旋转它还是覆盖 比较多白色 所以我们可以说 嗯 它的覆盖的特性 它是覆盖比较多黑还是比较多白呢 只跟它中心点在哪里有关系 像这样 OK 好 所以 如果 我们有两个T方块的话 好 这是第一个T方块 它的心是 黑的 黑心方块 然后 有另外一个方块 那这个心是白的 然后它覆盖三黑一白 这是三白一黑 这样的话 我称为它们会互补 因为你看 两个这样合起来的话 它们覆盖的黑白数量 就变成一样了嘛 对不对 就是四黑四白嘛 就好像 呃 互补 反正就互补 OK 那 那它们两个的 中心点 位置是多少呢 是奇数的 三格 那它们位置是四格的时候 两个就不是互补了 两个都是一样 占比较多白色 距离五的时候又是互补 距离六的时候又不是互补 所以我们只要数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 两个T方块是不是在互补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到 刚才回到这个问题了 好 所以呢 嗯 我们想要用 呃 方块来填满这个 这个是正方形吗 我不记得了 123 4567 123 4567 7乘8 那我们第一件知道的事情是 因为每一个方块都是四格嘛 所以我们的这个长方形区域一定要是 格子数目一定是四的倍数才有可能 好 那如果我们先放一个T下去 这是第一个哦 然后呢 除了这个T以外我们都不用T 其他都 啊 这个我乱填乱填 乱填 填 填满填满 好 那填到后来的时候 诶 剩下的一个区域 剩下的格子要用T来填满 这是巧合吗 这是故意的吗 那当然不是啦 如果我们像刚才一样用这个黑洋 黑白的西洋琴盘的图形把它填满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T刚才在这边嘛 好第一个T刚才在这边 它是覆盖了三个黑一个白 这样子 那这里面应该是黑色白色一样多嘛 所以就剩下来比较多白色嘛 所以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T的形状 所以说 呃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用方块来组成长方形的话呢 呃 一定要有偶数个T方块 因为只要你有一个 你就需要另外一个来跟他互补 这样子他们才会覆盖一样多的黑色格子跟白色格子 你有一个就要有第二个 你有第三个就要有第四个 所以一定都是偶数 ok 好我现在其实是很怕我的声音又破掉 所以让我在这边再喝一个水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接下来 上 全 回 启 鸺 启 蜯